并表示他走不已 但必须等延安城内的百姓 全都撤离才行 此时的毛主席已经铁了心不早 而无奈的彭老总 只能找来他最信任的警卫员 长平啊 一是警卫排长 直接负责主席的安全 责任重大 遇到经济情况 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记住 你们是代表全党全军 直接保卫毛主席的警卫战士 另一边在总部疗伤的王成德 偷偷跑出医院 决定要到基层部队去 而负责照顾伤员的谢方林 为了能让王长德好好养伤 王成德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而胡宗南正在指挥军队 大力进攻延安的同时 收到了毛主席的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迷惑了胡宗南的判断 果不其然 正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 胡宗南开始大举进攻延安城 并且他在开战前还扬言 只需十天时间就能将延安城拿下